你知道末日后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黑豆捡起地上的手枪 打开车门还发现了个更好的 二话不说直接背在了身上 有了这身装备 走路的姿态也是威风凛凛 这下估计没人敢惹他了 他砸开一间超市 肆无忌惮地边吃边装 此时被超市的老头发现 不要以为你长得黑我就看不到 废话不多说拿刀具之处 但黑豆在情急之下拿枪就是干 不得不说枪比刀还是要厉害一点 但黑豆还是被捅了一刀 云豆带着儿子残豆和女儿红豆 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看到此状一脸惊恐 当准备驾车离开时 却发现汽车被脉冲破坏无法启动 只能徒步行走与姜豆会合 途中他们来到一间超市 正是黑豆所在的超市 黑豆恳求他们救救他 他伤口严重流血不止 此时云豆却不想多管闲事 我们都是在逃命 救你 你想的太多了吧 黑豆健壮软的步行只有来硬的 他一把抓过红豆并拿枪抵着他 但黑豆想想他们也不容易 最后还是心软地放他们离去 他只好简单处理了自己的伤口 独自走在无活人的大街上 晕倒在地 天黑前云豆他们来到恐怖阴森的宾馆 红豆和残豆对母亲见死不救的行为很失望 见孩子们对自己如此云豆也很是委屈 当他在窗口透气时 却发现了诡异的音乐 在电梯里胡豆被弯豆质问 问他来时有没有见到他的线人 这种事情怎么能说实话呢 胡豆隐瞒了把他推下楼梯的事实 他徒手掰开电梯 走到窗边看向外面 只见漫天变野的尸体 他悄悄地处理了线人的尸首 然后把豌豆从电梯拉了上来 豌豆见到线人伤心欲绝 他们简单处理了尸体 胡豆惊讶地发现 为什么狗狗没有受到脉冲的影响 豌豆拿出线人还没来得及穿的鞋子给胡豆 首先声明绝对是全新的 穿上新鞋后一起踏上寻找儿子的旅程